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笔真实客观的记录中国社会底层老百姓的生活状态 触怒了中共当权者因言合作 遭到迫害 他的一系列作品 《福六四》 中国底层访谈 中国上访村 中国冤案录等 虽然在中国大陆被查记 但却广为流传 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 2011年 115为了创作的自由 冲破阻挠 闯关出走 来到了海外 2011年 8月17日 廖义武在柏林剧院举行他的自传题作品《证词》德文版的新书发布会 他的新书能在柏林诞生 似乎是冥冥中的天意 有八九百人来参加一本书的发布会 对于大多会的柏林来说也数盛况 会上 廖义武第一次在大厅广众之下公开朗诵了大屠杀的诗篇 他带着一个当乐器用的算盘 站在麦克风前 没有一片纸 从自己的脑海中掉出了那无业之长的诗句 我只是在 只是在推销我的这么一些书籍 这个就是说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 我这样的禁述作家 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 就说 不敬你 然后不抓你都已经是很好的一回事 更不要说 像这麽大的力度来推销我的书 在德国那边 甚至宣传部长 德国的文化部长 都拿一本我的书 就说 每个德国人都应该读一下这个书 这是前苏联著名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在古拉格群岛这部既是红篇巨著的《卷手》写下的一段沉痛的开篇词 也是廖义武反复抄写了十几遍的名言 在西方 索尔仁尼琴被视为道德勇气与反抗暴致的代名词 书中不仅有他被劳教的亲身经历 而且有大量的史料来源于227位当事人的口述 回忆和书信 廖义武把自己比作索尔仁尼琴的同路人 我认为真相永远是第一的 然后文学作家的任务就是用足够坚实的文字去把这些真相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那这就是文学 就是我眼中的文学 而且这种文学就是和 和那个奥斯维新集中云他们那个信承者写的那些文学 那个见证文学和前苏联和东欧 他们那个从古拉克群岛他们出来的那么一种文学 然后甚至从那个就是他们伊朗那种专制下来的文学 我们应该是一路的就说我刚好是在做这个方面的工作 而且我觉得中国的所有的这现在到现在为止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厂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1989年开枪那造成的 开枪因为在那之前我们都知道 中国人都是要求都是在爱国 都是对这个国家还是充满着希望 希望通过一个民主改革 然后让每一个人都过上好日子 但是在那一刻共产党这个很混蛋的一个政权 它居然是通过开枪 开枪来来告诉人民你不能爱国 然后又通过那个南巡 邓小平的南巡告诉人们你就去爱钱吧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直就是金钱至上 就成为这个国家的这么一个主流 然后就一直往下堕落 堕落到今天 中国就是已经没有干净的河流 已经没有干净的天空 到处都是豆腐渣工程 就是说那个就是然后人心人性都是败坏毒化 而且那个就是无论是从高官奸商到那个老百姓都找不到方向 就是成为这么一个状况 它就是完全是一个末日的这么一个 末日的这么一个景象 虽然1989年镇压学生运动的枪声把廖义武从浪漫诗人的梦境中 拉回到残酷的现实中来 但是在当时廖义武像其他善良的中国百姓一样 对中共仍然抱有某种幻想 既希望于其自身做出某种改变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希望变成了绝望 改良的那个期待就是N多年以前我们就有 就是每一年都在预测 这个改良啊 就是说那个是老邓 老邓刚刚南巡之后 看着他身体不行了 然后我们就盼望这个 就在那个时候比较可笑 我的朋友们都在讨论邓后的几种模式 结果邓后了 邓后了结果就是那个老江一上台 老江一上台搞了很多烂事出来 然后我们就是渴望老江之后 就说那个就是 当时老江上台 当时那个朱镕基把那个话说得非常大 什么九十九口棺材 留给檀官一口留给自己之类的 后来当然大家就说 哦这个朱镕基不得了 我们这个可能又有大的改变啊 又盼盼盼盼盼了又盼了福温新政 福温新政我们又在那儿盼 感觉中国人怎么老是跳不住这种模式 真是真是有点见鬼 我才说 流亡到德国 仅仅数月的料理 深刻地感受到西方的自由民主的空气 在民主体制的保障下 各种思想流派学说都能登堂入室 社会也为人们提供了方便的条件 去了解真正的历史 并用人们自己做出评判和选择 当然那个在德国我的感觉不同 因为德国他经历一个纳粹 经历一个社会主义 就是那个共产党时期 德国人呢就是说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 一个是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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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在德国非常受欢迎嘛 我是德国可能最有名的人 他们就是外国作家了 他们跟我说他们的历史感非常强 比如经历过那个就是关前共产党总书记 昂纳克的那个监狱 每一个德国人都会告诉你 就这个地方就是关昂纳克的地方 就是说你看他最有应得 他应该关在这个地方 每一个德国人他会告诉你 然后呢就是说 他们那个就是说我在那的话 也经历了他那个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兴起 因为有新纳粹 所以说他们那个整个国民 他们就行动起来 办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展览 就是说防止这些东西的 就是说卷土重来 而且他们的记录历史 就是说每一个城市 他都有他都有他都有他们的纪念墙 然后那个地壮上也看着 那个死亡者的这么一个名字 你在这个地上比如汉堡 柏林他有很多这种 地壮上就跟你说什么名字 从哪一年到哪一年 你一看那个日期 过去你就知道死于那个 希特勒时期 或者死于前东德时期 所以说在那个德国 他就是一个遍地历史的这么一个地方 而且那个知识分子的那种影响力 还在不断地提醒 提醒这些人民 他要记住历史 所以说我在德国 德国当然受到很大的一个激励 之后 吊一无诱踏上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推广他的心中 但是当他来到了代表西方世界的美国 却感受到了异样的空气 一种使他震惊的 不能自意的气氛 笼罩在这片自由国土 后来我又到美国 美国呢 就是说它是一个 就是说我觉得 至今为止 它还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民主国家 但是我也在美国 就是在纽约 看到美国的一些变化 比如说我第一天晚上 住到那个时代广场 我看那个时代广场 最高的那个广告位 居然是新华通讯社的广告 占据了最高的那个 时代广场旁边 最高的一个广告位 然后也有那个 武量业的这么一个广告 我当时就说 那个觉得大跌眼镜 我说这个是难道就是 我这怎么可能 那个新华社 就是在一个最大的 民主国家的一个心脏 居然它有他们这么一个 巨大的这么一个广告 后来我又因为宣传那本 上帝是红色的 这么一本书 我走了美国十几个城市 我看就说 共产党的那个渗透 还是非常的厉害 这个它就和德国不一样 德国它因为整个 它是在提醒你这些什么 美国就是缺少这么一种提醒 它甚至 我看到那个共产党的一些贪官 在洛杉矶那些 甚至有些都进了教堂了 然后 有些甚至亿万富翁 藏在那个地方 我才知道 就是说很多那个 共产党的贪官 或者说六四沾了血的 这么一些家族 他们都把他们的厚度 留在西方了 在西方买房子 制房产 入教堂 然后就一切都安排得 好好的 然后 甚至在 有些在那些大学 比如说哈佛大学 共产党高官的子女 还受到特别的保护 很多西方人 还说他们的好话 就说那个 这个是一个 非常令人担忧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我在它最后 最后的 华盛顿的那场演讲 就是我在公开的批评 奥巴马政府 我说它是背离了 这个从 从那个华盛顿 杰弗逊 到林肯的这么一个 人权和民主的 这么一个传统 只是把中国当成 一个生意伙伴 这生意伙伴的一种结果 也就是说在西方 它不能做的 做的一些生意 不能做的一些生意 因为法律啊 舆论啊 民意啊 限制你做 但是你在中国你可以做 你中国你只要不谈民主 不谈人权 不谈什么 你进来做生意 什么都可以啊 中国它就是一个污水沟 你什么的这些 因为人性它有非常恶的那一面 就是说 商人嘛 它当然是追求最大的利益 政府嘛 它因为政客 它当然是要做秀 它在西方 它受到一种限制 这种恶的东西 受到限制 那么在中国那个地方 它的恶 它就受到最大的 这么一个发挥 那这样弄起来的话 它就是这个就是 中国就成了中国 西方最大的生意伙伴 最大的劳务市场 就说你们可以进来吧 孙孙 你可以污染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种 非常廉价的这么一个市场 到最后 这个中国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垃圾价值观 它就是可能会污染到西方 因为在那些大量的一些 华人地区 大量的这么一个一些东西 就是已经被污染了 被污染得很厉害 而且 正如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 批评西方国家 对中国人权问题 越来越保持牵默的做法 廖一无认为 西方领导人 为了本国经济利益 避而不谈中国人权的想法 是一种短见 他提醒西方政府 在跟中国做生意时 要牢记一点 那就是在过去几十年中 中国为了发展 牺牲了他的资源 环境 教育 社会伦理 与大多数人的权益 这是所有的西方领导人 都无法回避的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 西方国家与中国进行的商业贸易 显然侵犯了中国大多数人的权益 他说 我相信 这些政客们 这些做生意的人 都不是幼稚的 他们当然希望能够获取更大的利益 但如果这个利益 是建立在一个政体 对他的国家的人民的最基本权利 都不能够支持和满足的话 那么这样的交易 本身是具有罪恶的成分的 我们80后普遍的意思是更倾向于改良 你认为我们那些 相对倾向于改良这种思想 是一种相对成熟的思想 还是一种 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国家认识不够的 所产生的一种比较幼稚的想法 这个事就是说我们 虽然说就是朝前 朝前面看 朝前面看的话 好像是对80后更加宽容 就是因为就是80后很多 他一定要经历了二十多年 他对那个记忆 对那么痛苦的记忆 没有阻击到共产党的那个 非常痛的地方 而且我也了解到 这些对那个西藏新疆 那些地方 很多都是年轻人 就是说投入这么有抗疫的运动 后来遭遭到非常残酷的一个镇压 我曾经在那个 美国洛杉矶 也是一个80后的 就是一个西藏的这么一个孩子 跟我讲话 他就是 他就问问问 我们到底应该在海外怎么办 我这么的悲哀 他就说跟你 完全就是一个相反的一个 他说我这么的悲哀 就说我绝对找不到出路 然后好像觉得 回不到家似的 那个时候我就说 我说你们还是比汉族人心理 因为你们虽然是回不到自己的家园 但是你们有你们的打来喇嘛 然后你看到了这么些人 你觉得虽然在漂泊 但是那个家乡 他们还是在你们的精神里面 所以说有些东西 你记住 就是说 这个 记住有些东西就好 很多时候 我经常是 碰到中国的很多人 他们就觉得 这个 这个中国还是有进步 还是在怎么怎么样放款 我说你试一试 你就是试一个在街头 你和一个 开开非常好的那个车的 然后和一个警察 你就是那个就是 被人撞了 就说就是你平常还活得好好的 你看他会怎么处理 肯定这个警察会说他 绝对他是那个战上风的 那个时候你才会感觉到无助 而且那个普通老百老百姓 你就不能够出事 你平常或许觉得好好的 你一旦是出了事 就自身 你就你就没有办法 你得到病了也不得了 你街上遭遇了一个意外的情况 你也不得了 等等等等那些你就看到这么一个 那个时候的邪恶 你就能够从一个细节上 上面看出这么一种邪恶 所以说 像你这种情况 我还是觉得你还是保证自己 廖义武有一种紧迫感 他感到自己有着对时代 对百姓大众的 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大多数文人默克们 迷茫在利益的漩涡中时 他却不辞劳苦地 为民众呼号 为正义呐喊 廖义武不是居高临下的旁观者 而是悲惨与苦难的亲身经历者 他坚定不拔 不畏风险 在专制高压下记录着历史 他拒绝浮华 鄙视杜撰 用最真实的文字 来见证普通中国老百姓的历史 而今 他走向了世界 带着那个真实沉重的中国 走向了世界 世界接受了他 也接受了他笔下的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